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Play Mac 玩甚麼好? 哪裡好玩?我們去玩! 上一集,提到我們去了珠海橫及入住五星級酒店 酒店及別墅環境寧靜,而且很隱世 我們還體驗過酒店設施及活動班 今集,繼續分享checkout後的行程 我們會去水產市場 打卡森林系下午茶 之後再按摩 最後,晚上吃了特色煲仔粵菜 想知道我們去過哪裏吃過甚麼? 記得繼續收看 checkout後,在酒店出發開車去水產市場 途中還會經有人看守的閘口 還以為自己走錯路 誰知原來是廣澳高速入口 整個車程大概35分鐘就到 終於來到白騰頭水產市場 裏面還有停車場,是不用收錢的 當日是星期一,11點多到水產市場 買海鮮的人不多 這裏的區域劃分清晰 分為鮮蝦類、貝殼類、生蠔區、魚山刺身區等等 而周邊有多間餐廳可以加工 本身我們都很怕入街市的失貨區 不過這個市場的環境尚算乾淨 地下的積水不多 亦沒有垃圾 裏面有些檔口會比較多人選 所以我們都臭熱鬧 走過去看看 每一檔的價錢都差不多 在同一檔 我們買了1斤左右的聖子王70元 1斤花甲40元 而鮮杯是逐隻計 有大有小 我們選了小款13元一隻 3樣總數162元 最終港價85元成交 另外還買了4隻每隻5元的生蠔 同樣有分大小 買好之後 就去到樓上的富利港酒樓加工 首先在門口給職員清一下 和點餐如何煮 這個時候 職員會不停問你 需不需要加小食 要不要飲飲 或者炒碟小菜 直到我們最後說 假過炒通菜他才停口 酒樓裏有大廳 另外還有多間包房 酒樓剛剛開門 所以環境比較乾淨 等了十多分鐘 就上菜了 蒜蓉粉絲蒸扇貝 粉絲墊底 但吃下去沒有什麼味道 比較淡 而這碟 士椒炒杏子 師傅比較重手 感覺鹹了一點 再來一碟 士椒炒花甲 不過不實 而蒜蓉蒸生蠔 吃下去 感覺好像還沒熟 這裡每一碟加工費20元左右 反而最好味 是這個蝦醬炒通菜 不會偏淡 又不會偏鹹 加上份量很大 整碟都是32元 整餐飯包上加工 總數260元 兩個人除開 每人大概8-3元 基本上我們就不覺得便宜 和抵食 市場檔口都是明碼實價 海鮮買得多 還可以講價 有興趣可以過來試客 吃飽 我們駕車去到樂士文化區 這裡很多食、買、玩的小店 還有很多打卡景點 駕車可以停在代山社區公園 或者樂士文化區停車場 我們就選了停在代山社區公園停車場 收費是5元1小時 因為這個停車場 正正在我們去HiT的餐廳旁邊 隔壽夜塔 這間餐廳開了一個多月左右 給我們的感覺很森林系 好像在花園裡 這裡有室內、室外的座位選擇 因為天氣涼涼的 我們選擇在室外坐 原來老闆娘是從澳門開過來的 不過澳門店只買花 而這裡會有午市套餐、甜品、泡芙、蛋糕、茶飲 原裝生日蛋糕、還有鮮花訂購 我們在網上看到這個下午茶套 很吸引 打卡一流 一於試一下 整個二人套餐將花藝結合 你們說是否超美、好好打卡呢? 茶餐還包了熱食、甜品、蛋糕和兩杯茶飲 在大眾點評買卷 只需要二百三十八元 兩個人圍為八二元左右 上台的時候 職員會提示 先吃這個蟹肉牛油果脆脆 避免大家打卡太久 脆脆就不好吃了 清醬雞肉多士都挺香脆 還有這個小龍蝦沙律球 帶少許芥末味 不過是不公備的 這裡還有一個很可愛的 雀仔造型幾支紅棗糖水 倒進去梨子果凍裡一起吃 清熱解膩 這裡還有些甜品 放在透明玻璃球裡面 整件事好像藝術品一樣 這件抹茶拿破崙口感都挺酥脆 不過抹茶奶油味 再突出一點和結實一點會更好 而芝士蛋糕的芝士味都挺濃 不得不讚這件王牌焦糖布蕾泡芙 我們都是因為它而來的 泡芙口感很脆口 裡面充滿焦糖吉士醬 再夾著一層又厚又結實的焦糖燉蛋布甸 不愧是這裡焦牌的甜品 不會太甜 焦糖又不會苦澀味 我願意為了它再來 另外飲品有奶茶、花茶、果茶 我們就點了一杯梅里奶和土茶 感覺不太好喝到花味或果味 如果再突出一點就好了 這裡的食物比較淡 問問老闆娘才知道 因為他們越來越注重健康 所以會用低糖配方做 這個下午茶價錢我們覺得是超值 食物質素不錯 又可以打卡按LIKE 嘻嘻又一日 對於我們這種按摩法燒油 差不多每次出來玩都要按摩放鬆 今次我們都是在上網見到這間 在新香州 又二十年老字號之稱的 氣泰古法按摩店 直接開車過去試試 在剛剛下午茶的餐廳出發 或者在拱北口按出發 車程大約二十分鐘左右 這裡外面都有幾十個停車位 超方便 門口橙色底白色字的招牌 很長硬 分了上下兩層 選好按摩項目之後 來到上層木竹 技師會用磨砂膏清潔雙腳 再入房間換衣 這裡也有好幾間按摩房 淋浴間 還有一間汗蒸房 給大家按摩完之後 再蒸桑拿深層放鬆 今天我們試試 90分鐘299元的泰式按摩 和80分鐘288元的蒸油舒壓SPA 這兩個價錢都不是會員價 順第一題 這裡也有很多澳門人和香港人幫襯 在指定時段 星期一至星期四 下午5點前來按摩 如果不是會員的話 有八折假 指定時隔外 有八折 入房了 房間充滿泰國風 開始全身按摩 技師會了解 我們的身體有沒有傷患 要避開哪些地方 力度位置可以隨時與技師溝通 每一下都好到位 按完之後 開始拉筋放鬆 他們稱之為被動瑜伽 最特別的是 拉筋動作超多 相比之前去曼谷試過的泰式按摩 還要多 基本上是把整個人都拉鬆了 問問技師才知道 原來他們是跟泰籍師傅學藝 還一直用到現在 絕對是正宗泰式按摩 所以我們都很放心 將我們自己交給他們 而精油按摩同樣很舒服 不會用死力一路按 80分鐘基本上全身都會按 最後還可以選擇按套或按頭 舒服的時光過得特別快 又是事後說再見 換完衣服後回到下一層 還可以享受他們送的甜品 職員都很貼心 提示我們如果自駕遊過去的話 出閘前 數一數他們提供的QR Code 還可以免費泊車 如果想試一試按摩的話 記得過來前要預約 按完摩之後 見時間上早 駕車去到野利島看日落 這裡可以看到著名景點珠海大劇院 即是人稱的日月盃 我們發現這個野利島超大 基本上要逗留全日 所以我們決定下次再過來 然後我們繼續開車 去到吉大那邊 這裡超多餐廳 我們就是過來吃這間 咬金煲仔王 主打遮遮煲和煲仔飯 每一碟菜式都是用牙煲裝 上台的時候 還是發出滋滋聲 煲仔飯不再是冬日限定 這裡一年365天 都是必食和必點 我們點了這個 蛋黃鳳凰盞拼臘肉 圓咕嚕一塊肉餅 原來它是臘腸 飯焦焦香脆煲煲 要趁熱吃 另外還點了三醬遮腸粉 甜得來不會漏 但我們嫌份量太少 再來多個蝦醬遮遮生菜 蝦醬味再突出些會更好 雖然生菜很容易 但也吃過不停 缺點是偏油了一點 而餐廳外面就是停車場 車位多 吃完晚餐 旁邊就有個油站 入油便回香港 如果你喜歡這條片 記得LIKE、訂閱、SHARE 還有留言給我們 請留你們下次再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